Hello大家好 在我身后的就是第17届China Joy的展会现场 那作为一个每年都要逛展的科技数码爱好者 今年的我肯定就过来了解一下 这个游戏产业有什么新元素新变化 而肯定不是过来看这个Showgirls小姐姐 有没有变得更可爱更漂亮的 那不幸的话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我们大家看一下这边一四馆 一四馆整个馆都被高通骁龙给承包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高通骁龙的主题馆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好玩的 走 OK那因为我们来的比较早啊 刚好是碰上了这个高通骁龙主题馆的这个整个开馆仪式 待会呢除了会有小姐姐的表演之外 还会有所有这个展区的厂商的领导会亮相 我们一起看一下跟我来 欢迎大家来到高通骁龙主题馆 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尽情享受对战的唱快和送力的喜悦 雪骁龙 痛快一 二 一 我全部 China Joy 2019高通骁龙主题馆全速开启 好了 骁龙展馆的整个开馆仪式刚刚就结束了 我们一起去高通骁龙的展区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 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这个高通展区的内容而相当的丰富的其实总共就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个包含了AI Edit Gambit 5G以及XR的内容以及我旁边的这一块的骁龙本的内容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AI的部分 AI其实今年高通骁龙跟这个Vivo王者荣耀和天生的AI Lab合作 那在这边展出了一个叫做SUPEX战队的